香港生產力速進局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下 推出賽馬會資訊科技支援計劃 為本地的非政府機構提供了適切的資訊科技資訊服務 計劃於2019年12月推出 至今已經成功批核了79個項目的申請 所有獲批核的項目進度理想 當中已經完成了34個項目 HKPC會定期舉辦專題研討會 每次都會邀請相關的方案供應商 分享一些實用的數碼升級及轉型的項目管理經驗 截至2021年4月底 共舉辦了7場的研討會 參加者的總數達700名 有關推廣會的詳細活動資料 搬迎瀏覽網頁 網址是www.jcitngo.org 新產力局很榮幸這次能夠和賽馬會合作 推動計劃的執行 我們期待能夠繼續協助 更多的本地非政府機構 對投入新資訊科技方案及系統作好準備 讓NGO能夠善用有限的資源 發揮機構最佳的營運效益 以及提升服務水平 香港癌症基金會在1987年成立 免費為癌症患者和親屬 提供原備資訊及專業的支援 基金會屬下設有四間服務中心 分別位於葵聰、中環、北角及黃大仙 我們很高興參加了賽馬會 資訊科技支援計劃 成功完成了項目規劃的資訊服務 參加這次計劃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在未來推薦IT項目 我們原本使用的一套自行開發系統 已經用超過10年了 Data Capture和分析能力都較弱 未能有結構地儲存數據 經常都要花額外的時間 和人手整理報告 HKPC的顧問團隊 為我們編寫了一份建議書 重點是關於一套web-based的系統 和手機的應用程式 提供客製化的資訊和服務 有五大配套範疇 今次的服務幫助我們編制了一套 全面的計劃書 也優化了數據運行管理系統 可以應付數以萬計的使用量 有助規劃未來的資訊科技和服務發展 我們鼓勵其他有需要的非盟尼組織 把握機會令到項目有限的資源 可以用得其所 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香港護理會在1973年成立 自力推動老人社會福利事務 希望做到 勞有所為、勞有所學、勞有所依 現時香港護理會核下有兩所長者中心 分別位於黃大仙以及紅磡 我們很高興參加了 賽馬會資訊科技支援計劃 成功完成了資訊科技安全風險評估 和安全審核 我們現時有專責IT的部門 在未參加這個計劃之前 我們並不瞭解用緊的資訊系統 以及日常工作樂程中存在的保安隱患 擔心機構成為黑客攻擊的對象 我們參加的是 資訊科技安全風險評估 和安全審核 HKPC顧問團隊 幫我們評估了現時系統的潛在保安風險 偵探目前存在的流動和弱點 團隊也舉辦了兩場 資訊保安意識培訓課程 透過今次計劃 HKPC顧問團隊 提供了一些保安建議 完成了網絡重整計劃 我們有員工參加了兩場培訓課程 了解了資訊保安的重要性 我們鼓勵其他NGO都要把握這個機會 盡早發現系統的弱點 避免黑客的攻擊 維持良好的機構形象 火車 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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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滴